今天 第一次要從住家 騎家車到學校上班 來 我們出發吧 交通 真的有點擁擠的樣子 那我們騎到直徑車道 就會比較好騎了 現在 右手邊 就是二重台狀的直徑車道 現在要 從那邊起 就沒有紅綠燈 不用一直 起步 現在 我們進入到了 河濱的直徑車道了 這段的風景 非常的漂亮 左邊 可以看到 關渡大橋 而前方 就是社子島 右手邊 就是湖州 這種天氣 騎家車 蠻適合的 是風大的點 繼續加油 還有十五公里 前方 就是重陽橋了 平常開車 不用十分鐘就到了 今天 騎家車 今天 騎家車 花了三十分鐘 來到重陽橋 不過 看到的風景不一樣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現在 我們已經到了 台北橋了 我們準備上台北橋的自行車 牽引道 我們準備上台北橋的自行車 牽引道 這裡 就是大道城 碼頭的 那也是環崎台北 官方的起點 這邊有藍色公路 訪問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坐船 看淡水河的夕陽 看淡水河的夕陽 還有 七公里 就到 學校了 我們準備從 圓坪出扇門 那 出 河濱自行車道 六千八 就是 台北車站的 在台北上班三騎車 那 叫做 人道 那 叫做 人道 一轉向手 真的 人絕筆 還是愛管 但是要小心行人 但是要小心行人 前面 就是我上班的地方了 人愛國中 剩下五十公尺 從家裡騎到這邊 總共十七公里 約花了七十分鐘的起程時間 我們到了人愛國中了 在你的左手邊 一旦 我們的老鐘 保全 好 我們到了 花了七十分鐘 呃 得